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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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TV 差點說到玩具日報 玩具TV 不是玩具運 Toyce TV 玩具印 Toyce TV 第三個第三站 很厚的節 很多節 今季真的很多節 還有很多厲害的東西 因為很多精彩的產品 全部都在這幾月 6月份年中 之前我記得是廊豪芳之後 你剩下了一段時間 我們想休息 但實際上真的沒什麼要拍 這段時間又來 剛才我們提醒自己 阿嘉提提 我們多說一些產品 鏡頭一鏡 你看這套 值得了 就是這個 權力遊戲 對 的坑律 山九 山九 山九哥哥 講一下盒 故事 講一下產品 講一下盒 盒子 其實有些人都會賺 盒子 有些類似皮紋 然後有些押花 其實上面 押花你也有看到 它是用上 那個 類似烈狗的 logo 在上面 顏色就是 用得更深一點 其實前幾個都是 紅色 黃色 白色 變成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元素 在上面 這個也有燙金字 那些兄弟都很努力 加上我們這個特別版的logo 近來才一直有 裡面都是一個窗盒 這隻鳥 看來是比較矜貴 大家可以考慮這種鳥 像做皮紋那種子 看來都感覺很像皮 很像的 還有我懷疑有些手感 所以Jeff 這盒很努力 講回主題 拳力遊戲的黑 很多配件 我們先講配件 四套武器 或者四個武器 這把巨劍 雙手劍 雙手劍 其實是比較高大的人 如果大家有拿過真劍 其實這種劍 都已經很耗費體力去拿 可能有些人說 平時打遊戲 殺100人 其實你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你基本上沒有辦法拿著劍 那麼久 所以其實這巨劍 真的體力很好 而且很高大的人才能做到 其實配上坑本身 那個故事裡面的人 其實都高一點 六尺幾 跟Brienne 是差不多 那個女巨人 Captain Phasma 對 那個女生 有把巨劍 有他的劍套 其實你去看 我們在劍套 劍 全部都有做舊化的上色 基本上用過 但劍始終都是保養 不會看到一些血跡 因為會生瘦 插到劍套 所以劍都是 有一點點污漬 或者是刮痕 劍套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拳頭劍 是嗎 拳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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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套上面 其實他也有 他戲裡面的 那個 就是花紋 這樣 都做了 是 這個我都不太知道 要檢查一下才知道 但我看兩個劍奏 都是同一款 都是同一款 就是他自己是專用劍 應該是 對 我看過劍套 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兩個花一樣 不過他也很大官職 其實他是 他皇帝的近身 對 近身戶 除了一把巨劍 有正常的單手劍 也都有這個拳刃 其實拳刃是一些 比較中東類的武器 像刺客的武器 在這套裡 他也有 也有看到他用這個拳刃 是 近身戰用 另外就是一把小刀 即是匕首 這個都是插在腰間 它上面有些血坑 其實這個病 即是仿木病 有些人做木病 可能只是做 在上面掃一些木紋花 但這個 簡直是有雕刻到的木紋 所以這個病 就是PVC 我們都 配件差不多 我又插上身 他每一件配件 即是這四把劍 全部都可以插上身 其實很帥 不會像一件多餘的配件 有時配件帶不上身 對 很多人覺得 那些玩具 其實有些配件 你插不上身 感覺上 你就有一種 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其實是的 很雞勒的感覺 其實是的 你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這個插上身 即是真的 其實講回這部電影 雖然是類似幻想的劇 但是 它的背景很像魔界和中古時間 所以它的設定 全部都很中古 所以它的設定 是比較實戰 除了武器 我們講了一套 盔甲 盔甲 盔甲很難做 其實盔甲 盔甲真的很難做 這部電影 但是本身應該是打了很多釘 在上面 那些釘 就令到有保護效果 每一粒釘 其實呢 如果你真是 Cupy and Paste 即是 左拼 全部 滑圖 即是Cupy and Paste 其實出不到現在的效果 現在的效果 就差不多每一部分 它都重新滑過 或者加了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就令到整個 規格 看來很人性化 其實更外乎是看背面 就更加明顯一點 因為它這套鴿 就是這套鴿 是仿製一個類似皮革的東西 然後它這件皮革 是上面打滿了一些窩釘 因為 如果我穿真規鴿 其實它的機動性很弱 因為 獵狗主要是負責去做一些 追殺暗殺的任務 變了它是一些 比較機動型的角色 其實它這套鴿 剛才巴林也說得對 這些每一粒釘 不是畫圖的時候 大家眼看這麼簡單 是每一粒釘 按下去 按下去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看到它這套鴿 它要留一個曲線 好像一件皮衣服 踏在身上 所以其實它每一粒釘 是會有不同的斜度 所以如果你很簡單 copy and paste 去做 就會很死板 所以這件衣服也花了很多功夫 在上面 在畫電腦圖的時候 雖然你說是電腦雕刻 它差不多每一粒釘 或者每一部分 每一組都要重新雕刻 重新畫 不可以說很懶地重複重複 是不行的 因為它的衣服本身有弧度 不同的部分 本身的舊花 戰算也不同 你看後面也最正常 如果它真的 copy and paste 你會發覺是一塊板 所以這件衣服很難 經常說 好膠 這件衣服就看不到 這件衣服 所以做這個版本 去做這個研發的 我們兄弟阿Kiv和他的團隊 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還有之前 大家在3ZERO的產品 比較少說 在盔甲人形上 比較少會在盔甲上做一些戰損 例如釘仔套下去 被鋁仔打過或擋過劍 你會看到這些肩膀 其實它兩邊肩膀都有的 有些類似是擋過一下 大力被人聰明一下 擋過一下 那些鈍器之類 令到從而拿回真實感 上面大家都看到那個舊化顏色 其實舊化經常都說 我們公司主要做舊化 很多時候都是做人手去做 變成很多功夫 但是人手做 你就可以有很多細膩的感覺 雖然每個產品出來 會有多少不同 但其實你會感覺到有份心 可能你做只是這個肩膀 或者它整套盔甲 其實上那個舊化顏色 大概四層 即是你要打仿古 黑鐵、尖銀 還有一個泥黃色去做 才能做得到 有種比較仿真多的味道 那就 不如說下去吧 最多人要分開腳 就是腳、鞋 做十二選 很多人都是分開腳 剛才有說 腳小了 或者做大了 做小了 這一個 要講講 其實這層腳甲 我叫做 護腿的位置 其實表面上好像一塊 其實看了幾個層層層層 大家看看 而且有幾層層層層在裸發 chambers 做和設計的時候 都是花了點心精 老實 Wrong 說 其實它可以在一起 那將它全部做出來 甚至 將保障保障手組 變成瓦桿一部分 整個筒插起來便可以了 但 ALiA 3 Zero 這就不是這樣做 其實看見 都是保障他 尖銼 有些什麽講 如我們的 asked 很多 proved 是重新做一個放的配件 重新組裝進去,令立體效果變回來了 其實早段有段時間,可能大家玩的一比六 可能整隻鞋,連上扣,皮帶,全部一件開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件全部塌上去 而且你一件開,鑄帽的邊緣位置可能鑄得不太清 因為始終鑄帽是經過幾層不同的工序 那些件複製出來之後會越來越萌 變成有時你拆了它,你的層面也會更漂亮 大家其實很直接看得到 變成有時可能有些人覺得有些位置應該是用皮去做 但其實有時你拆了它去另一件 你也做得回真的皮的效果 所以看大家各有各玩法 比如說這條肩帶,其實它都是啤一個PVC 因為其實你去真的載這個帶 你很多邊緣這些位置在生產上沒有辦法做 因為它是要那些線是手針 你才可以不斷地在那裡轉 你沒有辦法用工人拿衣車車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這樣去打一條這樣的帶 可能一個工人只做一條都要做一個多兩個小時 其實真的搞不定 而且不耐玩 對,所以很多就會轉為去做這些PVC 就是白頭這裡,有四條 這些是真帶來的 其實有些能夠做到真的地方 我們都盡量讓你做真的 但這裡可能是混合的 就是有種聰明仔做法 是混合了PU皮和雕刻件 應該不是真的整條皮穿過去的 對,肩膀有這條,空前甚至背後 其實都有幾條搭了以幻而真的一本半的造型 其實這樣才好 因為真的用真皮帶或假皮帶都好 其實穿一槍會被砒口和爛,或者扯斷了 對,都是受力,聚得到好像膠一樣 會掉了整條,那隻工人就沒有了PASS 所以設計之外都要想起它的內援性 對,它說得很精彩的兩部分 就是頭盔和頭 對,頭雕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去做直髮的頭 接著陸續又來,龍女又來直髮 接下來很多,因為吃過很多反尘味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大家玩玩玩具 我自己也玩玩玩具 你去嘗試一間公司 他曾經做到某樣東西 你覺得他好的時候 突然不做 你很難回頭 他突然一不做 你就會覺得為什麼你不做 你的心不舒服 所以可能很多能夠做到直髮的頭 我們都盡量去做直髮的 這個是第一個 其實在做這個頭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我見過一些兄弟 為什麼呢? 其實你直髮 全部一速一速工整 其實他對坑的頭 比較像 垃圾頭 因為燒爛了臉 所以就不像常人那樣 很多頭髮 另外就是他本身 也是一個比較爛 比較爛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馬甩老 他的頭髮就比較凌亂 變成我們去做他的時候 可能 撤完這個頭髮 就是頭髮已經是在頭皮上 可能只是拆一半 另外一半 就是下面是有雕刻的 然後再在上面撤完頭髮之後 其實他的邊緣 為什麼看到爛爛的 或者稀疏 你一般拿一隻剪刀 你剪不到 因為剪出來的效果不好 其實他是要拿牙剪 好像 有些人去到一些不好的非法店 牙剪幫你剪整個頭 就比較咬 那他就要用牙剪 不斷去修他的頭髮 令到他有一種稀的感覺 或者是有些爛尾的感覺 那所以 其實可能在這邊位 那你就會看到裡面 有一些爛肉的地方 那其實 有一件事也是 始終玩具 入完盒 就是我們 生產完出來的時候 怎樣保留都好 那他到時會套一個頭套給他 那入完盒之後 始終都可能運輸過程 他會壓倒 或者去令到有些 GEL了的地方會散 那可能這玩具 買了回去之後 最好是自己拿些水 或者 有些 有些方法是 拿些水 混些少少白膠漿 這樣 打起它 然後就去 拉起一柱頭髮 轉一下它 然後它 乾了 它就可以 當做某種GEL 這樣去用 那你就可以拉回 梳他這些頭髮 這樣 不過這個角色 真的不做車髮 是不行的 因為它本身有這麼長頭髮 是 又有些 爛了 如果你用膠去做 其實真的 挺可惜的 是 所以期待 其實很多人在說 期待你出一隻 Jones Lowe第二版 一定不用出 早期那一款 出第六季的樣子 第七季的樣子 現在都第七季了 開始摘起頭髮 是 對 大家想要它的直髮 是 但Jones Lowe的頭髮 如果直髮 可能就未必有 因為有時直髮 其實你去看 Johang這個頭髮 它沒有 平時有直髮 那種很光的感覺 你感覺到明顯是 高溫絲 那些效果 因為其實 我們去做的時候 後面要加一層 coating 令到它不光 這樣變了 即 去做直髮 很多功夫 其實Jones Lowe的頭髮 都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 因為那時候 你們公司 在那個技術上 頭髮的技術上 可能是 還有進步空間 所以現在 到近期 大家就覺得 很讚賞 所以這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想再看 一個更漂亮的版本 也不定下 希望未來 不久的將來 大家會 看到一個 新版本 另外這個頭髮 也值得讚賞 因為做了很多 燒爛了的位置 如果 這裡不說了 大家回去買了之後 看一看 那些 都做了 沒有偷計 即是頭髮蓋著 那些都做了 那要講一講 因為這個 是 Exclusive版本 有個很帥 頭盔 其實 頭盔 有時候 可能大家 只要買回去 如果我們 這個頭盔 是跟了左的 如果沒有左 可能它會 到處掉 這樣 就不太好看 所以各位兄弟 都想得很細心 特意做左 讓你插著頭盔 去配合 就像剛才一開始 你看到我 散了一劍 頭盔放在旁邊 整體來說 你的玩具 觀感就好些 那這個頭盔 也不是浪得虛名 大家有看過 官圖 它都是可以插上去的 下面這個抵托 都是左的一部分 你開完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 我們自己叫 就是口水肩 另外就是 頭盔的主體 其實這些都可以 戴回到頭盔 手未試一下 戴口水肩的時候 其實是要 拔掉頭盔 因為這個扣位 你不可以就這樣 小心 因為很容易弄破 那就要拔掉頭盔 小心一點 其實平時 輕度的頭盔 最好不要直接摸到臉 特別是 鬍鬚 眉毛的位置 不然它很容易 去掉色 那就將 這個口水肩 搭上去 然後呢 再將頭盔插上去 有朋友會問 如果沒有頭盔 沒有洞板 會不會好玩嗎? 其實套器裡面 有些熟的 他經常都不會穿這件東西 很少的 這個情況基本上 好像我沒有記錯 就是第一季 他們入城 和他老闆一起進來的時候 就帶著騎著馬 這樣出現 之後他也很少戴 帥仔才出來見人 頭盔 就可以直接戴上去 然後 頭盔也可以打開蓋 你就可以清楚見到它的樣子 但是戴著頭盔 真的很完整 整個鐘鼓沒事 我們經常說 沒得頂 是啊 真的很煞 其實他這個頭盔也挺正的 那時候他們開不開這個頭盔 也很辛苦 這個頭盔要走四邊 其實很浪費 在寧角 又不想拆那麼多件 拆件在生產蓋上蓋 還有他做這個規格的時候 在用物料上面 也都用了一些比較 我們比較少有的做法 可能是 平時做這些規格 因為很多出不了模 就要做PVC 但其實PVC本身 即假設你去到 PVC有分度數 可能三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八十 最多可能一百 或者有時候聽到那些百二度 那麼PVC不同的數 但其實你硬極 PVC本身那個特性 就 怎麼都會有些位置 感覺上很噁 或者是 他無論怎樣硬都好 去到薄的 他都是軟的 那麼他這個PVC 其實就是混了 ABS料在裡面 所以你會有 他那個軟的韌性 可以令到他出到模 之餘 你玩上去 其實這些不是說很軟 就是好像ABS這樣的手感 但是就比較鎮定 對 那些線條就全部都是 你的東西就全部都給你 是 那麼 頭盔 頭盔上去 其實完全是不用說 什麼特意撥開頭髮 或者什麼 那些什麼 那頭盔這些是開合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那個角色可能 他的樣子不敢抱起 你間不時就可以合起 就是好像 早前呢 很流行 有些figure 是換了那些動物頭 那樣的 那你可以叫做 換另一種玩法 其實他也算是動物頭 挺成功的 就是這個頭盔做出來之後 無論是可以裝載到 帶到 拆寫之外 比例呢 就能保持 因為裡面的頭盔 是真的略大的 這個頭盔 我覺得很有那個 馬超的感覺 馬超就是一個老褲頭盔 是的 不知道是否是 這些西人抄我們 那些馬超頭盔 挺帥的 真的 穿上一套 整體坑就是這樣 現在應該陸續出貨 很快 如果有訂的師兄 都很快會收 喜歡中古的朋友 我認為誰都走不來 是的 是的 好吧 自己也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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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留到的 今天就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DZO 以及玩具TV 以及玩具TV 支持阿嘉 是的 大家也會說 我黑阿圈 那些鬚筋很厲害 是的 你也很厲害 有些兄弟 跟我說 你捱得很辛苦 都可以 其實整班牌 TV朋友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是的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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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